大家好,我是大伟 腰背不好的朋友们实在是太受罪了 经常会感觉自己的背部发酸发僵 有的朋友更敏感一些 会感觉自己的整个后背会感觉空落落的 或者里面是发寒发冷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这套动作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腰背肌肉 它得到一个重新的一个气血的滋润 同时打开我们整个后背的肌肉 经常念念让你的整个胸背都完全的挺拔起来 而且你的整个后背的气血循环都会变得不一样 那么马上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 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同时最好是跟着我边看边念 这样的话你能更好的理解和记住这个动作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那么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收腹挺胸自然站直 并且把手平举 平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我们掌心朝下 就像这样掌心朝下把手给举好 然后我们开始手往后面去绕 记住这里绕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什么呢 你看我比如说我的右手往后 那我在绕的时候一个第一步 先把我的手掌心朝上翻过来 然后呢在绕的时候你看 翻着手掌去绕 绕到后面的时候自然而然的 再把我们的手掌你看翻回来 再变成什么呢 我们起始的一个姿势 你看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 好你看手掌翻上去绕 好慢慢的绕回来 这个时候呢在过程当中啊 你看我们手掌就已经翻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一样的还是手背朝上 所以这个姿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这个每个动作都有不同的细节去支撑 他手掌朝上以后啊 你可以去坐下啊 和你这个手掌不翻 他完全是两个动作啊 手掌朝上他能完全的把你的整个后背啊 全部打开啊 我们就这样看一 回来好换个角度来 二 啊在做的时候一定要缓慢 为什么要慢呢 你只有慢的时候啊 你才能逐渐的感受到你的背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哪里不通 然后呢 我教大家再刻意可以在某一个不好的点啊 去停留一会儿 比如说我手啊 转到这儿 非常的不舒服 那我就在这儿停留一下 啊 慢慢的啊 再滑下来 然后下一次再转到这儿 还是一样的不舒服 再啊 慢慢的滑下来 就只要多停留几次 你会发现啊 连续多做几次以后 后面的这些僵硬不舒服的感觉啊 就完全不在了 所以这个动作啊 非常的简单 我们日常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啊 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啊 练习起来啊 慢慢的做 慢慢的去感受这个动作啊 给我们身体啊 带来的一个变化啊 不追求快 一定要慢 而匀速 去把这个动作给做好 每天啊 我们左右手啊 各绕上一个30下到50下 做完以后啊 你就活动一下你的后背啊 左右转一转 你会发现啊 不一样的感觉 整个后背啊 真的变得非常的轻松 好的 今天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